重溫的地色 那我就要拿出這一本 這本就是我們最新的3DGMASS室內攝製 那這一本我主要要介紹三個特色 那首先第一個特色的話 是我們一直都有在保持的 不管出什麼書 都有個特色就是循序漸進 因為初學者的話他一定什麼都不會 因為有些初學者不管他是有經驗 沒經驗應該很多都是沒有經驗的 所以呢 我們前面前半部的範例都會設計的比較簡單 然後讓他們可以讓讀者可以照著我們的分解步驟 那一步一步的很輕鬆很容易的把它完成 對這是我們第一個徐徐漸進 讓他可以很輕鬆的完成 那他就會有成就感 那他就會有興趣繼續學習後面的部分 好 那我們後半部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很多章節 是專門每一個章節就介紹一個室內設計空間的範例 那包括說我們比較常見的像臥室啊 客廳 那甚至還有像封面的咖啡廳 就是商業空間像這樣子 然後當然也是用Vray下去彩線 就會介紹到Vray彩線的部分這樣子 那第二 最後一個的話呢 我要特別強調 就是我們這一本新書 它裡面特別新增了一個臥室 一個完整的臥室的室內設計空間 因為臥室裡面跟其他空間比較不一樣 它裡面有很多柔軟的東西 比如說像床墊 床單 那連背枕頭 這些都是柔軟的 那這些你在其他空間比較少看到 那我們裡面就會介紹到 你要怎麼自己去把這些柔軟的材質把它建立出來 對 那比較可惜的就是因為我們這本書 臥室的話 因為它頁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把它擺在PDF檔裡面 因為它寫得比較完整 所以它的頁數比較多 所以就擺在光碟裡面的PDF裡面 我們寫書的原則就是希望讀者在看的時候 就像你來上課一樣 因為有些讀者他可能因為家庭優術 可能因為經濟優術 沒有辦法到補習班來上課 那他可能只能自己自學 那這個時候我們希望他看書 就好像他來上課 所以裡面我們會特別附影音教學 就是前面會有附影音教學的部分 對 然後 兩者之間的差別的話 就是 其實準備上是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你在寫書的時候會準備範例嘛 那上課的時候一樣要準備範例 所以兩個其實是可以不同的 成功是 給有準備的人 嗯 成功是給有準備的人 因為 就是說 不是說你要馬上就拿到100分 那你不用馬上就100分 因為也沒有人可以100分 對對對 那你就是要累積 累積一下你的能力 啊你的作品這樣子 因為 有機會的話你就多學習 因為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 因為像我當初宣 3D Maze 啊 AutoCAD這些 我也不知道我到時候會拿這些軟體 拿去寫書 建議的話 當然首先你的繪圖 你不夠 尤其是現在 不止2D圖 有很多業主都是要求3D 所以你至少AutoCAD的3D Maze都要會 然後你要準備你的作品集 比如說一定要有2D的平面圖 B面圖 當然如果說你圖種 可以畫的越多更好 比如說你還可以畫天花板圖 或者是地平圖 那根據回路圖的話當然就更好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平常可能要多看書 因為很多書其實都寫得很好 就是裡面有很多室內設計 該注意的事情 對 還有雜誌之類的 對 樂觀吧 然後 要去嘗試才會成功 對 因為其實我 我是很害羞的人 我是很內向的人 你知道我小時候 很喜歡 小時候學校不是都會有販賣機嗎 然後以前很喜歡裡面會有一些飲料啊 然後那種小罐的播卡 然後我不敢去投販賣機耶 然後我也不敢一個人去合作色耶 所以我以前真的是超內向的 可是我今天就是可以 站在講台前面就是 教學生軟體 所以就是還是要嘗試 試著去做看看 好 好